明天5月12号正是汶川大地震周年的日子 几乎被一位平地的这个北川老县城 本来是不开放要作为一个地震博物馆 那么特别从昨天起开放四天 让民众来这里追思遇难的亲人 而刚好碰到母亲节 看到了很多伤心的妈妈重回现场 惦记他们早逝的孩子 时间已经冻结在2008年5月12号的北川老县城 紧闭的大门徐徐打开 罹难者家属立刻涌入来平掉逝去的亲人 对许多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来说 母亲节这天不再值得期待 反而充满了伤怀 我们晚天晚了 每天下午风生会就把饭给我煮起 这些东西都他喜欢吃的 就是没放钱到了过去 那是他叫我们妈妈这个煮啥子好吃的 就读于北川中学的林林 则不想再让母亲承受思念的痛处 选择独自回到家门前给父亲上乡 为了方便群众追思 北川老县城特地从10号开放四天 第一天就涌入了今晚名民众 白色跟黄色的菊花汇城河流 静静地流淌在北川这座悲情城市 希望他在天资历能够安心吧 因为他能抱怨我们等活到的人 过得更好一点 灾情同样惨重的英秀镇 一级经创始人李连杰 率领上百位义工以步行的方式 来纪念这历史时刻 我是希望学到香港的 那个工艺经百万行 就有一些人在现场走一走 有些人在网络手机上可以走 那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传到全世界 李连杰以公益方式鼓舞灾民 而重创之后的四川也期待在 五一二周年之际展现重申力量 中天新闻百千余综合报导 当地爱